第二题,下类有4杯浓度均为1大M,体积均为1公升的水溶液,请问哪一杯在溶子解离后所含的离子总数最多? 我们看到题目说浓度是1大M,体积是1公升,我们就晓得其中溶子的末尔素都是1末尔,但它并不是我们溶子,而是我们离子总数,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它解离的状况。 氯化氢会解离出氢离子跟氯离子,一个氯化氢会解离出一个氢离子,一个氯离子,总共有两个离子,所以离子的总数是我们氯化氢总数的两倍,也就是我们离总数是两末尔。 B选项的乙醇,它是非电解质,它不会解离,所以一末尔的乙醇丢到水中之后,它还是一末尔。 第三个叫做醋酸,醋酸是弱电解质,如果它会解离的话,它会解离出醋酸根跟氢离子,但是它并没有完全解离,有一部分的醋酸会解离出醋酸根跟氢离子,然后一个会变成两个两倍,但是呢其他都还保持原样,仍然是维持醋酸的样子, 所以呢它离子的总数会比一末尔来的大,但是比两末尔来的小,而最后一个是氯化钙,氯化钙会解离出钙离子跟氢离子,而氢离子呢会有两个,也就是一个氯化钙会解离出三个离子,一个钙离子,两个氯离子,所以离子的总数是我们氯化钙总数的三倍,就是三末尔,我们可以看到谁最多,三末尔最多,因此第二题问我们说, 请问哪一杯在溶子解离后所含的离子总数最多,我们答案选的是氯化钙,CACL2。